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爱我吗 不认为 你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什么意思 我没太明白 我很高兴 我的下半生托付给了你 你的意思是 你要跟我结婚 你能补逗我吗 这种事我不能开玩笑 没开玩笑 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 你是说真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想跟我结婚 我就是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你说你这样 你不会让别人认为你是个奇葩吗 奇葩 你能这样 我特别地感动 可是 作为男人 我负不了这个责 可是你刚才还说你爱我 吴小姐 像你这样的女孩 会有很多人爱你 那可惜 没有我 我们还是退回去做朋友吧 反正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先走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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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已经跟你记得差不多了 再有什么遗漏的 你就直接打电话问我吧 你都没喝酒 我喝不了 我开着你小舅舅车来的 那你刚刚还让我到 我记得 你不是不喜欢红酒的味道吗 我以前还不选爵士呢 可是我最近听着 觉得还挺好听的 蝶和音响都是你的 搬家的时候 你为什么被拿走啊 我怕麻烦 我要想听我会再可以自己买 这红酒的后值得啊 便便得了 也喝多了 我也是最近才喜欢上这种 苦苦的 瑟瑟的感觉 以前不爱喝是因为不懂 现在我觉得它挺好喝的 那你可以吃吃臭豆腐啊 那吃起来才是真香的 这样吧 我把咱们家周围的好吃的 要不全给你记下来 那臭豆腐啊 就是咱们家 不 就你 你这个小区 对面这胡同里 胡那人开的 让我找上这一节 欸 咱们家 去你吃饭 去你吃吗 你咱们家 你吃饭 不 你吃饭 我不得了 你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就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不好意思啊 我来收拾 不用了 你走吧 真可惜 这杯子三百多块钱一个呢 记得我当时 我狠了多大的心 才买了这么一套 我说过你不用收拾了 你走吧 没事 这碎玻璃家不好收拾 还是我来的 我说过你不用收拾了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别让它显示 慢点 我的心是拾着 保持你的眼睛 你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太敏感了 我就是想跟你交代清楚 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破事交代完了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过你想要的生活去了 你这又是闹哪一出啊 我没有闹吕不凡 我今天没有闹 你别再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问问你 你觉得现在这样好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看你一个人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 好 那我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我看见她只有一种感觉 知道吗 我觉得可笑 你不知好歹也得有个限度吧 随便你怎么说 无所谓 随你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汪小璐离开谁我都能活得好好的 你以为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吗 吕不凡我告诉你你错了 还有 带着她 赶紧从我视线里消失 以后别再拿这玩意来恶心我 汪小璐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根本就不明白 托你的福 我 我现在明白了 我跟你说她这两天特别地乖 干家务还果断果汁呢 那当然了 我教育得好吧 你怎么样啊 老公 等一下 我有电话进来 先不跟你说了啊 一会儿再跟你聊 喂 你好 哪里 派出所 什么 你们都谁在呢 谁来陪陪我呀 小璐 现在微信有点事 我要赶去处理一下 处理完了就过去 你跟李不凡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像一个大傻子一样的 刚走 这样吧 你让吴雨昕过去陪你去 我这处理完马上赶过去好吗 好厌 我 吴雨 吴雨 吴雨你在哪儿啊 我 我不想活了 他骗我 你怎么了 你不能死啊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哎 哎 我我 我个朋友要自杀 我得去救命 你能不能让给我啊 那你再来吧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师傅 四季酒店 喂 老白 我刚刚跟吴雨通电话 他那儿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先过去看一眼啊 回头跟你说 你甭操心了 自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在15人间 吴宇 你在哪儿呢 怎么接电话 我有点急事处理一下 你先陪下小路 弄完了以后我就找你们啊 1108 怎么不接电话呀 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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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你 你帮我 你帮我开一下这个房子 房 房门行吗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 我 我朋友在里边 他就不接电话 我担心他出事 不好意思 我们姐姐也规定 必须要出事有效的身份证件 你来听一下 我现在打着就有他电话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电话响了吗 他就在里边 我担心他响不开 你说万一他出什么事 你们酒店负得起责任吗 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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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吴宇 你这什么路子 我大老爷跑过来 你就把我关的门外 一句话也不说 你怎么了 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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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你这叫没事啊 你这眼睛酷得跟烂桃似的 是不是那方小姐欺负你了 那王八蛋是不是骗你上场 然后就完事了 不是 你别乱猜了 那他强奸你了 不是 都说了让你别乱猜了 那 那是什么呀 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呀 你别问了行不行 我都让你别问了 我有什么事不能说的呀 我都来了 你有什么事 你告诉我帮你去顶着呀 你说你这 行行行 你不愿意说拉倒 我也不问你 别哭了啊 吴宇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我就不问了啊 那你别哭了行吗 小璐 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这么丢脸 丢脸 好了 两位孩子 你们的家长来接你们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怎么样 你俩 没事吧 他们俩是没事 可是他们犯的事可不少 无造驾驶 超速 飙车扰民 还装回来公共授丝 是是是 不过幸亏你们有一辆好车啊 否则你不是到这里来领他们了 是是是 你们这些做家长的 可太放动自己的孩子了 对 都是我们的责任 对不起 未成年 无造驾驶 也是可以被行政拘留的 对不起啊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们 过前天你们是初犯 遇行政拘留嘛 就免了吧 行政处罚还是必须要有的 罚款两千 好好好 两千还不包括那些 闭嘴 赶紧走 去 往交发管去 谢谢您啊 就这渣男 就得拉出去 剁手剁脚 撑逼他五十次 都不行 还得再遭雷屁 屁他五十次 行了吧 解气了吧 你说你为这种人你 你生什么气啊 是不是还哭那么伤心啊 我是为我自己 你说我是不是自作自受啊 好久不见 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我再来 你这种人 你那种人 你这种人 你答应